我們每個人都很關心 中國的供應鏈會不會斷鏈 那其實中國的供應鏈裡面 它有兩個很重要的要素 第一個是國內市場的需求會不會改變 第二個 中國是世界工廠 那中國的供應鏈如果沒有辦法正常出貨 它對全世界影響到底是多少 其實我們可以從三大產業裡面去探討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講的筆電 第二個是手機 第三個是消費電子 消費電子就以電視機做代表 我想大概可以去理解 這三大行業對全世界的影響 那中國扮演的角色怎麼改變 首先我必須跟大家說 中國的GDP現在大概是全世界的17%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各位知道嘛 2003年SARS期間 非典期間 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的消費 大概是8000多億美金 但是到2018年的時候這個數據已經成長到 4兆8000多億美金 意思是說 2018年中國大陸的消費能力 大概是2003年的 6倍 第二個 那個光是多出來的部分是4兆美金 4兆美金是什麼概念呢 4兆美金就是全世界 GDP的5% 各位都知道 從農曆過年開始 中國的賣場城市很多因為受到監管 甚至封城 這些過程當中商業的交易行為很難是正常運作 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衝擊跟壓力 那很多人都很好奇 那我們怎麼去觀察 今年到底會有多少影響呢 其實也許我們可以用過去SARS的經驗 來探討這個事情 因為病毒可能會在夏天的時候 天氣熱的時候 可能就消失了 SARS是這樣子的 那這跟中國人的節氣有關係 端午節過後天氣熱熱了 那我們瞭解一下 今年端午節在幾月幾號 今年端午節是6月25號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假設 中國大陸受到武漢肺炎的襲擊 到平息 大概需要到6月底 假設我們用6月底來判斷 中國市場受到的影響 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假設的前提 我們先理解一下 透過交叉的比對 我們可以理解 中國大陸今年供應鏈上面受到的影響 還有呢 因為不同的行業在全世界的佈局 供應鏈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全世界的電視機一年是兩億兩千萬台 那中國大陸的市場 可能是五千萬台左右 另外五千萬台呢 可能是出口的 所以大陸一年大概做一億台的電視機 那國內的部分呢 如果沒有消費 五千萬台裡面 沒有消費的比例是兩千萬一千萬還是多少 那大概可以有一個假設來判斷 那出口的部分 因為其他的國家可能還有工廠 所以不見得會全部從大陸出去 但是沒有大陸很多的配套零件就沒辦法做了 比如說 武漢可能貢獻了 中國大陸汽車工業的10% 但是武漢可能有四五百家汽車上下游的公司 他生產的汽車的配件 他賣給現代汽車 那現代汽車現在沒有辦法拿到這些配件 他就無法生產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在二月六號七號的時候 韓國的現代汽車就停產了 這個就是供應鏈斷鏈的問題 所以呢不是單純說你手機做得出來 也不是單純的說 鴻海在二月十號會不會復工 不是這麼單純的問題 他有上下游的問題 所以我們開始只能做一個 假設的前提底下去做一些判斷 所以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最好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我只能跟大家說 悲觀的情況之下 到2020年的6月 武漢肺炎平息了 那麼有可能 個人電腦或手機 他的出貨量會下跌 超過兩成 如果好一點的話大概也要一成半 這是我們的初步的觀察